欢迎收看老代解说的黑石化悟空 上一集在这儿吃水不肯跳下去 这集刚开始 直接下来 这种新的敌人 这种敌人呢 他倒不厉害 但容易吓人一跳 这种带盾牌的敌人 最好对付他的方法 是带上蓬头铁壁 后面呢 有几个这样的敌人 所以说 我们要清理后面的敌人 先换上 蓬头铁壁 把点呢 稍微 重新分配一下 天赋重修 洗掉 还多出来几点 随便夹一夹 就可以了 然后切换到 疼头铁壁 走 他这个天赋重修啊 这个装备的界面啊 要是可以和法术准备 能够合并就好了 要不然好麻烦 每一次重新洗好点以后啊 还要重新去装备 有点麻烦 然后在这片区域呢 最好带上清凉伞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在这边的土地庙里面 是有卖的 比较方便 就是直接买 买九个足够了 然后还有一些 其他该买的东西 给他买掉 好 出发 这片区域呢 跟一条支线任务相关 和一把武器的材料也相关 所以清掉是最好的 这一路上 这样的敌人有五个 用锁定的方式找敌人 哪怕他不站起来 我们也能锁定上 一路上有五个 小的 诶 又可打 小的基本上 两个棍式就可以带走 铜铜铜铁壁 就是对付他的 直接用铜铜铁壁 把他的盾振掉 他就本菜了 带了个面具 像是一头牛 700多灵运 掉下来 先上去 回到主路上去 卓克 你的狐子 来了 错 这个比那个差得远了 没错 带我 猴子 还急啊 带我 带我不是猴子 还急啊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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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 是 主线的路 但是 此处 上面往右拐 就是主线的路了 但是我们要把这片区域的金破 出现任务 和一个材料给他拿到 先把这个干掉 我都待会打起来 他捣乱 震掉 哎呀 没震掉 他有点讨厌 不 你 他 是 你 吗 我 是 是 我 提高我们的续航 把药奶都喝掉 然后把金破收回来 这样我们的蓝槽基本上回满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拿一把武器的材料 这个材料总共需要三个 而这三个呢 全部是在火炎山这片地区 在这个下面有一片散落的石头 我们就要去对付这个 从这边跳下去我没试过 我还是老实一点走下去 身上如果着火了 就吃一个清凉伞 这个个头大一点 三个棍石给他 秒掉 身上着火了 先滚三下 想办法把他给灭掉 灭不掉 本身就在火里 喝个药 去三级力 上去 吹小猴子输出 获得了材料 夜火精 这个就是打造武器的材料 四级棍石砸在敌人身上 真的很爽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酒都给喝光 补蓝 然后用金破 酒葫芦填满 谁捅你 金破 走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拿个东西 说是拿东西 实际上这些材料呢 外回是 要么是灵运啊 要么是制作披挂的材料啊 要么是制作武器的材料 此处我们贴着最右边走 我们之前的祖敌庙啊 就在我们的上面 右边的上面 取好力 上去弄它 第三个激励破 第三个激励破 体力没了 通通点兵 你扛一下 差点被他揍死了 哎呀我去 他真的差点被他揍死 酒喝掉一点 角度站的不对 好了 这片区域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地方要去 是一条直线任务 我们贴着右边走 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特地过来探索 是会错过的 把这些杂虫 我到这边 这小猴子 让小猴子对付那个大的 你最后一只能拉着 我还要 像个人 你最后一只要 我把这些队 并且 把这些队 你不为 你 能挡住这鬼车 也算值得 若不能救我脱身于阴鬼之术 就做死之根 死者生之根 我是错心了那妖仙 既以好言相告 就此别过吧 我只求死后安宁 不愿做魂恶之骨 走 此刻你强取此边 我必洪飞魄散 万万不可 说话的是马哥 然后此时我们 设置一下 用绣花针和柏木针刃装备上 我们的这个酒葫芦 是可以抗火属性的 然后直接从谷口再次出发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夜火杖 100的攻击 有40的防 还有防火的耐性 打本关底的boss会比较好 我们手头的这把武器是108弓 然后切换到 巨型散器 然后把点 洗到巨型散器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走了 过去的路上呢 大概需要一分钟 我们这边稍微加速一下 两倍快进 这敌人实际上都是可以跳过的 如果不去搜刮东西的情况下 比如说二周末 该有的都有了 那直接 这样往前跑 就可以了 这边都不用管 除了他有空气墙 结界 去挡我们的路 尤其中大多数的敌人 都可以直接跑过去 所以二周末的速度 要比一周末快很多 猴子 棍子 死的 活的 带我 都要 站住 带王有令 擅闯娘要进攻者 杀 洗手 巨型散器 续三级棍士 冲上去 来一下 小猴子吹出来 百步真人放出来 增加小猴子攻击力 直接把另外一个秒掉了 只剩下这一个了 一棍 打俩 太爽了 轻松 要 要 同 小猴子 老 松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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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头还有绣花针可以用 或者是砸它 搞定 有点像啊 已经是两场EV2了 火焰山这边的关卡呢 它的美术设计上面啊 前面过来那么多啊 都没有特别出彩的 虽然很符合原著啊 但是接下来这个场景啊 走的还是蛮好的 旁边有一个土地庙 但先不着急 那边呢 就是我们待会要走的路 我先把这边的该拿的东西 给它拿掉 没有敌人 圆形呢 一般都是长鼠线条的 增加法力上限的 在这片区域呢 有一种敌人 它是可以掉一种 针丸 一个比较小型的敌人 一个针丸 可以加30点的法力上限 最多可以配在三个 带上那三个针丸 那真的就很厉害了 就全法力流 然后这里呢 还是切换到 铜头铁臂 然后我这边呢 剪辑了一下 把铜头铁臂 全部加好 OK 出发 这个敌人呢 也不厉害 它的盾是小盾 几下就可以给打爆 然后下面还有一只 这种敌人呢 会掉一种针丸 是加攻击力的 一个加6点攻击力 最多可以配在三个 就是理论上 应该可以刷两个以上 反正我只刷出来了一个 但是那个加法力上限的 刷了三个 在这下面走呢 吃个抗火的药 就可以了 就不会掉血 身上就不会着火 我们走在上面 会慢慢掉血 但不会像身上着火 掉的那么厉害 基本上是扛得住的 包括我们酒葫芦里面 喝的 这个酒葫芦啊 也可以让我们 抗火的 好了 过来主要是拿这个箱子 细经线 在这里 连运 补一下葫芦 蓄好力 上去回头 就这个敌人 掉针丸 而且不难掉 蛮好刷的 我背板的时候啊 是就这么打了一圈 总共打了四个吧 他掉了俩 但这次观众们 看到的流程里面呢 他就没掉 就比较快点了 然后我们先不着急 先来对付这个 续好力 上去 三级棍式 打了个大猎 然后 放小猴子出来 我现在身上着火了 上去很厉害 赶快吃药 滚三下 把火给灭掉 吃了个药 过不去了 他看上去个子很大 他很菜的 死到了 然后我们到后面这边来 葫芦先生在这 何以称我情 着酒且自讨 好酒当配好气 这个拿去 牛魔王认了命 可是有人不想认 请关难断家事 你我何必沾手 喝上一壶好酒 忘决烦恼忧愁 获得这个葫芦呢 可以喝十口 我忘记了我原本的那个 默认的那个葫芦啊 有没有升到满级 以及是否需要升到满级 才能拿这个葫芦 我不确定 弹幕观众们补充一下 就这个上青宝葫芦 这应该是最终葫芦了 最好的了 或者说喝补血 补的次数最多的了 可以补十次 好 这边呢 还有几个杂兵 就这种敌人 掉针丸 他直接平A就行了 然后掉下去了一个 三级 放在这个牛头身上 死掉了 还在下面吗 在干嘛呢 从这个下面 也可以到这边来 就是如果是跑图的情况下 可以从这边路走 一丝血 你还没给摔死啊 你再慢慢玩吧 我走了 他还没死 还在那边奋斗呢 然后左边还有一个壮汉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猴猫也好了 打他就很轻松 跪一下 然后把百分之后放出来 然后吹小猴子 我差点给烧死掉 赶快喝点酒 四级棍尸好了 掉了一个姜丸 赶快上去 身上着火了 OK 至此 这片区域 该清的东西呢 该清的敌人都清完了 该拿的东西呢 也都拿到了 土地不要休息一下 我们本期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集将从这个土地庙 继续出发 下集再见 大家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